联合国呼吁全球停火 欢迎收看4月4号新闻最正点 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第18天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915人出院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50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3483人 新增4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57人 不过也有88人治愈 累计出院达915人 隔离中心像酒店 今晚有些人对于被隔离感到恐惧 但是两名留学印尼的大马学生 却觉得被安置的隔离中心非常舒适 他的房间有冷气、风扇和无线网络 浴室还有热水器 他说这就好像住在酒店 还有供应、饼干、咖啡、水等等 中小企援助计划下周公布 财政部长纳杜斯里冬姑扎夫鲁表示 首相预计会在下周宣布 对中小型企业的进一步援助计划 过去一周政府已经和中小型企业会面 并承诺会做出微调和改进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天气炎热不怕 MARO让你头皮清爽 天气炎热让你头皮难受 来试试日本男士第一护理品牌 MARO来洗发吧 MARO 3D Volume Up库洗发水 拥有抗扁塌、强健法、浓发感三大功效 它含有世界首创的Defense Cup成分 独家配方调理头皮 MARO的3D Fiber X 还能让头皮蓬松度增加多达1.5倍 更立体 炎热的天气 使用MARO洗发水 绝对让你清凉爽快 预知更多MARO 3D Volume Up库洗发水的产品详情 请扫描二维码 感谢MARO赞助本集的新闻最正点 让我们有能力继续报道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你报道国际新闻 新加坡停修过路费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新加坡的陆路交通管理局宣布 从4月6号开始 全岛的公路电子收费闸门将会停止收费 直到当局停止时 是新冠肺炎的升级防范做事为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日前呼吁世界各地立即实现全球停火 昨天他在纽约发表在线致辞的时候表示 目前全世界都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新冠病毒 今天是清明节 而中国官方将它定为全国哀悼日 纪念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离世的人 今天早上 天安门广场在升国旗后便举行了下半期仪式 10点钟的时候 中国便开始了3分钟的全国默哀仪式 防空警报冥响 汽车火车和船只鸣笛 许多的民众也低下头来默哀 在整理着关于中国的全国哀悼日的新闻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留言 它是这么说的 有些人永远留在那个寒冬 只为了其他人迎接春天 在这个非常时期里面 我们看到了许多伟大的人事物 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他们 也祝福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交回给兵宴 谢谢 全球都在面对这个疫情危机 我在这里呼吁 全球的网民在网络上停火 无论你来自什么国家 什么宗教 什么肤色都好 我们都是地球人 我们应该团结一心 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 也就是病毒 愿世界和平 愿全民平安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重点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谢谢观看 我就是要你 都对家 porn 有 bounds 给应乎 给你 人